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麦 最近躺平这个词非常的流行啊 我看网上目前对躺平的解释呢就是 部分年轻人决定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孩子,也不消费 反正呢就是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 我看有不少人呢也分享他们的躺平经验啊 有些人呢每天就是吃两顿饭 平时的时间呢基本就是躺着 这样啊消耗比较小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躺着啊 有的人呢还是很注重这个身体锻炼的 如果要是需要锻炼身体呢 那就去公园跑步啊散步啊爬爬山啊 或者去河里游泳 顺带呢还洗澡了 这些都是免费的 大家呢就是不花钱不消费 当然了也尽量选择呢少工作啊 把自己的欲望值呢降到最低 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 换句话说呢就是拒绝996啊 拒绝被007 拒绝被资本家剥削 拒绝成为别人的赚钱机器 那今天的视频呢老麦就来跟大家聊聊躺平这个话题 其实呢我在准备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想起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啊 他现在基本已经一个躺平的状态 后来因为做这个视频我也跟他通话聊了一下 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他是如何躺平的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躺平这个话题跟咱们追求财富自由的初衷啊也是息息相关 追求财富自由的本质大家想想其实也是为了追求躺平嘛 只不过呢是为了更舒服的躺平 那接着这期视频呢我也来聊一聊我的一些看法 那咱们先说我的这个朋友吧 我这个朋友呢年龄比我要大一些啊 大概在已经在35岁以上了 之前我还在本科的时候呢 在北京的四大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同事 当时我们俩的关系还不错啊 经常一起吃午饭 然后我在实习之后呢就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他呢就依然留在北京工作 他本人呢并不是北京本地人啊 当然了也没有北京户口 他是辽宁复新人 是一个三线城市啊 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呢 虽然当时在四大的工资还是可以的啊 但在北京买房啊基本就是做梦 而且呢也是他这个人的个性吧 他觉得大家一起削尖了脑袋 留在北京真的是毫无意义 他呢拒绝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这种 毫无意义的比拼和工作上面 当时啊说实话 我觉得他过得还是非常清醒的啊 所以大概在六七年前呢 他就开始为自己做出这个躺平计划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啊也非常简单啊 就是维持在北京正常工作开销的这种情况下呢 不停地攒钱 然后啊在老家买房 我看了一下啊 现在复兴市的房价呢大概是四千块钱一平米 那一个九十五平米的精装修 粮食一厅全拿下来也就四十五万人民币 我相信在几年之前啊 这个数字应该会更低一些更便宜 所以啊经过了七年左右的努力呢 他用全款啊在他的老家复兴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 咱们算一笔账啊 如果他一年能攒五万块钱 我觉得对于一个月薪一万多 还有加班费年终奖的四大块势事务所的人来说呢 其实并不是太难啊 那认真工作七年呢能攒下三十五万 基本上呢就是二三线城市可以全款拿下一套房子 那如果两年前的房价会再更便宜一些 比这个四十五万 所以啊这个数基本上是堆得上的 然后呢大概两年前啊我就听说他已经完全辞职 从北京回老家生活了 回了老家之后呢肯定是城市比较小啊 机会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比北京少很多 所以啊也一直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前两天通了个话视频了一下 我就问他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他说躺平很舒服 他说他在北京工作了这么多年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老家这套房子 他说啊如果当年没有咬牙攒钱买下这套小房子的话 也许今天他就无没有办法躺平了 那我问他就是那你平时的开销怎么办呢 他说他就打点零工就可以了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嘛也开销比较低 他自己呢也买了一辆二手的小破车啊 如果在家太无聊的话呢就出去转转走走 同时啊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父母啊都在复兴 那他呢就在老家这么住着 平时呢也可以照顾父母 他并没有结婚 也没有打算结婚 也没有打算生孩子 就打算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能有什么感受啊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一个点赞订阅转发素质三连 下面呢我就来说说我个人对躺平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 不管是我上面的这个朋友 或者是现在很多选择躺平 无奈躺平的年轻人吧 我真的是表示理解啊 说白了呢这个也是个人的选择 咱没头没抢 自己的选择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 这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自由啊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我目前不会选择躺平 起码在最近的50到15年之内 我肯定不会选择躺平 因为那样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 这就跟有人在知乎上问啊 说人这一生为什么要努力 下面有一个人回答呢 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他说啊人生这个生命呢 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 如果还没这个生命没有意义的话 你还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去实现的话 那活着真的很无聊 后来我仔细想一想啊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其实人生或者说人啊 活着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 叫做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不管你挣多少钱 趁多少房子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是生命中的过客 那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 我想那既然我当过客的话 那我还是要选择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更加有意思一点 所以啊 我一直给自己设定一些阶段性的小目标 比如之前上大学那会儿呢 我会告诉自己说 这个学期我一定要拿到多少多少的GPA 那刚毕业那会儿呢 我跟小夏就决定一定要在美国找到工作 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跟我自己说说一定要考下这个CPA注册快试这个执照 然后工作几年之后呢 我又跟自己说说一定要在30岁之前买下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包括现在呢 我依然努力在转行和努力的在减肥啊 所以依然呢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个人觉得呢 攻克这些小目标的那种喜悦和成就感是非常好的 如果自己每隔几年再复盘一下自己曾经走过的这些路啊 回头看看自己成长了多少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这个理论啊 套在赚钱和追求财富自由这个话题上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追求财富自由的原因 当我个人攒下我自己的第一个一千美元 第一个一万美元 第一个十万美元的时候呢 那种喜悦和成就感啊 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啊 当我们买了第一套出租房的时候 开门迎接第一批租客的时候呢 或者是跟第一次跟租客斗智斗勇周旋的时候呢 那种感觉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那现在回头看一看 其实每一个坎儿 每一个要咬牙努力的时刻呢 真的还都挺有意思的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视频号的初衷 我们就是想把这些东西呢 分享给大家 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轨迹的一个复盘吧 第二呢就是我一直坚信啊 就是赚小钱靠努力 赚大钱靠命 你说你一个月赚一万块钱和一个月赚一万五千块钱的区别 可能就是多加载班多努努力就可能可以达到 但是赚大钱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靠时机和靠命啊 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买房的人真的就是投资高手吗 我看未必啊 有的人啊 就是命好 赶上了一波势头呢 就赚到钱了 所以啊 我个人认为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 别跟别人攀比 自己过得舒服 对得起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就够了 那最终呢 我也会选择躺平了 因为我心里知道 我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奋斗啊 如果没有好的机会 一辈子也不可能达到比尔盖茨那样的财富啊 赚那么多钱啊 真的是靠命 所以呢 我会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内呢 在我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努力 获得一定的经济期处之后呢 到时候如果觉得奋斗不动了 或者觉得再往上奋斗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我也会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平 视频的最后呢 我也想再多说两句啊 有的人认为躺平这个词是非常的消极啊 感觉就是一种自暴自弃 不求上进 但是我个人啊 其实并不是这么觉得的 躺平呢 这种情况的出现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一些人啊 拒绝加入由资本家制定的这种游戏规则 比如我身边有很多人呢 每年都会换一个iPhone啊 因为资本家的广告告诉他 你需要一个新的iPhone 有了iPhone之后呢 你就有面子了 你的生活呢 就能提高档次了 那为了能够每年都换一个iPhone呢 这些人呢只能不停的去努力工作 然后把钱啊 花在这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 这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啊 努力给资本家打工 努力买资本家的产品 然后再努力给资本家打工 这么一个死循环 当然我呢 那只是拿iPhone这个事情做一个举例啊 你想想你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 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人 他们想跳出这个圈子 他们不想被压榨 不想在这种循环中啊 燃烧自己的生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对躺平的理解啊 还有就是完全是我个人对躺平的一些看法 那还是那句话啊 对于当今年轻人的一些无奈呢 我个人表示完全的理解 因为有的时候 作为年轻人的我呢 也挺无奈的 所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吧 反正奋斗都不容易 但是呢 我个人依然对生活抱有希望 那欢迎大家呢 给我们留言啊 有什么的感触呢 也留言和私信告诉我们 咱们大家一起交流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给我们来一个订阅转发 点赞素质三连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